過去都在養魚屋 之前都養魚屋 那放四高就是那個魚屋他們要排水 進水或是排水的地方 那每天它有漲退潮 漲退潮我們前方大概500公尺的地方 有一個抽水站 它漲草的時候它那個扎門打開 讓說那個海水進來 海水進來 那魚屋他們可能會從海水進來跟它交換 之前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這個園區呢 也是一樣利用這個漲草的時候 那個海水過的水一進來 我們的水扎門在 大概我們這個地方大概200公尺的地方 那進來我們之前 那邊第一關我們就用蚵 蚵蚵蚵 蚵蚵 先做第一道的過濾 因為貝殼類它會是濾石 綠石蚵蚵性生物 所以呢貝殼類做第一道的過濾 把一些蚵蚵性生物吃掉 那過來經過我們一些水生植物 我們的紅樹林植物 來做自然的銅化跟液化的作樣 讓水質乾淨 那之後呢我們這個水呢就可以讓我們的魚來生活 那我們的魚有經過挑選的 我們是挑選一些比較廣岩性的魚類 我們這邊的水是已經是那個鹽化了 我們海水進來之後來到這邊大概可能一度 一度多兩度 所以我們這邊的魚都是鹹水性的魚 那我們的魚要挑選一下 就它的適應那個鹹水的鹹度要廣一點 比較廣岩性的可能二點幾度可能一度 可能零點幾度 為什麼因為像上個禮拜然後連續下雨一個禮拜 那水會比較淡 所以你要大概零點幾度 零點七八度還可以有紅的魚 所以我們挑選這樣的魚 再來呢這些魚呢 我們有一位養殖的專家來做調配 所以他要選擇讓他們這些魚呢 製成一個生態系統 互相控制啊 不然你某些魚可能長得太多了 就會影響生態 像我們常見的無鉤魚啊 無鉤魚你沒有跟它控制的話 它環織力很快喔 那環織了太多無鉤魚 它都是小的無鉤魚 所以我們現在看我們水中的魚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大的無鉤魚 那你怎麼去控制無鉤魚呢 所以我們就放一些 像牛港生海蕾海鯉 它就會去吃無鉤魚 所以待會如果有看到有機會的話 有時候要緣分喔 有看到那個海蕾在追那個無鉤魚 那個海蕾它會出來巡邏 它巡邏 它的長度大概應該有這麼長 大概灰色的 你有看到這麼長的海蕾 如果看到那個白白的白色的也是那麼長的 大概就是私木魚 我們也很少在市場上看到私木魚 大概五斤以上的私木魚也很少啦 我們這邊有看到 所以我們整個園區我們都 除了這個地方是因為 那個應付遊客 那遊客可能在玩水啦 小孩子在玩水抓魚 所以我們要放一些魚鵝啦 不然我們園區是不會死 沒有會死 沒有會死 而且園區也沒有看到水車 旁邊有一個水車是要做示範性的 那個就是因為旁邊有一個 活動型的那個太陽能板 那我們希望說 漁溫的那個漁夫 他們可以在漁溫呢 放活動型的太陽能板 然後旁邊架設一個直流電的馬達 那個水車 讓他們這樣就可以直接 利用太陽能來發電來打水 那是示範給漁民看的 不然我們整個園區是不用打水的 所以我們整個園區它是一個自然養殖 然後節能節電的一個養殖方法 但是它說實在 它是一個低密度的養殖 不像魚餅是高密度的養殖 所以將來魚餅他們是用自然養殖 或是還是用他們傳統的方式 事實上他就要去換算一下 他的收益怎麼樣 像我們這個都沒有什麼成本 除了建置完之後 就沒有什麼餵死的成本 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地方將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兩個禮拜才裝置好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做一些DIY 其實很涼爽 很涼爽 很涼爽 那又可以清水 又可以清水 所以也相當棒的一個地方 顧曉得那邊怎麼樣 我們就不再浪費時間 我就開始了 各位我們台灣環保聯盟的朋友 環境子環保聯盟 大家好 我是這個協會的房教員員 我從學校退休了 我就來這邊專職的志工 事實上我沒有在這邊上班 但是我家裡就住在這附近 所以如果有預約行程 我們總幹事跟我聯繫 我就過來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沒有事 我就去做榮事 對 我自己又在走 因為我退休了 就很顯顯的 然後自己有一些田地 也做一些 對對對 那 我們這邊 公甲師弟 其實這個地方 以前就是養魚 跟種聯絡的地方 因為水災的關係 所以我們理事長 當有一個災害的時候 接下來會有一個祝福 他就是看我們百姓 怎麼去面對它 常常人家說 因後得福 其實也不一定說要 然後有後來我們得福 就是我們百姓自己要爭氣 那 那這個園區 因為我們的水災之後 說實在當時候 漁民也好 農夫也好 他們心理上就是 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我們的水災 夾帶了很多 泥土進來 很多是一米以上 在這個地方是蠻嚴重的一米以上 那 漁民他們要重新再整修 要花很多錢 要脫字蠻大的 所以一些比較年紀大的 我們不想跟我們支持 他們就是會去 縣長秀我們當地人 那就拜託縣長 要想辦法 縣長也是很大的壓抑 後來剛好 曹縣長 曹老師曹縣長 剛好那時候有綠能發展條例 所以 曹縣長也是請縣武團隊 然後再去招商 大家來試看看 試看看而已 其實也不一定會成功 來試看看 做太陽門的情勢怎麼樣 那太陽門的公司他們 越力越來越 就要是這樣開始 當然 期間的過程 歷經的波折很多了 好 那 太陽門公司他做了之後 事實上在做的時候 很多雜音 有些人有疑慮 所以這些有疑慮的人 他就沒有參與了 後來發現到這個租金花下來 真的是 是那麼高的租金 這些當時有疑慮的人 又開始找曹老師 曹縣長幫他想辦法 可是那登記的時間一過了 沒辦法 他們就阻地活在那邊 後來曹縣長就跟我們協會 以前是商量是不是 我們這邊沖一點水 我們的抽水機壓力很大 如果你死一樣過大的話 可能就要失去院水 那我們說我們是不是 把這些荒廢的土地把它租下來 用誰的錢 用協會的錢 好 今天你只在想說是 信證的錢 不是 是我們協會的錢 把它租下來 租下來當自逢池 好 那 他被那個太陽門公司 就是這家公司 李昌總公司 他知道我要當自逢池 他們的水域 借給我們使用當自逢池 所以 我們租了六甲地 那裡常常有兩甲地 所以有八甲地 我們來當自逢池 那 假如你當自逢池 如果有地方會在那邊 我們的區域還是會抗議 所以我們就開始規劃 那個水域 我們的規劃 我們就請人家規劃這個水域 在這個地方 剛剛我提到的這個放射稿進來 我們水在這邊進來 好 我們弄的水域是彎彎曲曲的 為什麼彎彎曲曲的 就是希望我們的水 在這個濕地裡面 保留的時間多一點 為什麼要保留時間多一點 這樣做進化的過程 那水域呢 在這裡保留24到48小時 它會比較 進化的比較穩穩窄 所以經過很多的 這樣環環曲曲的流動 那做這樣之後 好像一個公園 所以我們想說 那既然這個以前是養皮的地方 又有水 那我們來做一些放射的 但是我們一直反對養魚 為什麼要反對養魚 因為養皮是一個高耗瘤 高耗類的產業 當然水車是整片要打的 白天 你可能 假設有五部水車 在這個漁溫裡面 那白天可能用的三部來打 可是晚上五部全部要開 因為 養息的關係 所以 我們想說你就養魚 又要高耗瘤 所以我們用一些方式 不要水車 不要餵死 就剛剛跟你提到的 自然養子的方式 利用動物植物的同化液化的作用 讓它 製成一個生態體系 那事實上證明 我們養的魚也是很成功 我們目前為止 是沒有把它抓來 因為已經大概養了兩三年了 有些魚已經很大 事實上這是 一定要考慮說 你到一定時間要把它抓過來 因為魚太大了 會破壞這個生態型 魚它變成食量太大了 我們會影響某一個族群的營養 所以我們到時候還是在想辦法 把這個大魚抓起來 好 那 除了自然養子之外 後來我們想說已經很像公園了 所以有一些裝置的藝術進來 所以鄰區裡面看到一個很大型的像 像從外面這一個 這是一個裝置藝術 這個叫有星星 我們的裝置藝術的主題就是 跟光電水的關係 像這個有星星就是利用太陽光 太陽光在白天的時候 我們如果在有星星的底下 你還坐在那邊嗎 你往上看 你會看到火上有星星在那邊跳動 為什麼 太陽光經過玻璃也好 或是藝術科也好 它有折射 因為折射的關係 我們看到一直一閃一閃的 那晚上呢 它白天上面有兩個小型的太陽光板 吸收電源 製造太陽的發電 晚上底下有裝LED燈 大概晚上六點的時候 它就自然 它有設定時間 就有燈光出來 一樣我們在底下看一樣 好像有諧星的樣子 所以 園區裡面就好幾個裝置藝術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園區發展的 那個涼水重電政策 就是涼水重電 涼水重電 之後發現它效果真的很好 起先只是大家試看看 後來發現 它也沒有什麼 不太需要維修 那榮林的參與的意願後來證明說 很成功 所以朝鮮長就開始想說 如果我們把太陽光板發電這件事情 讓我們社區都可以來參與的話 那是不是更好 那社區怎麼參與 當然就是我們屋頂型的 那你啊 怎麼去睡我們這些居民 那就是我們先來試看看 所以才有連續這些微型電腦 那所謂微型電腦就是跟 台灣電力公司的電腦來比較 台灣電力公司 我們全國都用台灣電力公司 我們叫做大電腦 那比大還要小的叫小電腦 比小還要小的叫微型 那多少你到尾 那我們說我如果20戶 那就是微型 我說100戶 那還好也是微型 所以這個微型就是沒有限制幾乎 就是離幾乎聯合 所以將來我們社區型的 搞不好我們五戶人家 我來做一個太陽光電板 那我們五戶來互相借用也可以 在一個微型電腦 所以微型電腦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這個有一個智慧型微型電腦 所謂智慧型就是說 它可以把家裡的用電 設備分成幾個區段 不是區段 分成幾個部分 就是最重要的 不是重要的 比較不重要的 當你缺電的時候 電腦會告訴你 你現在家裡 假設我們一天用10度電 現在你今天只有6度電 你要怎麼去調配你這6度電 那智慧型的電腦會告訴你 你的主要用電在幾點的時候 然後來個設備 那吃要用電是什麼 你要去取捨 我睡覺一定要用冷氣 所以我要保留哪些電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要用這個冷氣 那就是你設定你主要的用電 能機器 那你吃要用電就不要用了 這叫智慧型的 那當然將來如果有更好的 就是說它的一些智慧方面的 那像有些營業用的用電 它一樓是營業用 二樓是作家用 它怎麼去調配 讓它營業用電少一點 這個智慧型的 那我們就直接講微型電腦就好了 那我們園區微型電腦 我們有個系統 那像我們現在 這一個高腳步這邊 就是台灣大學基線系 黃老師那個系統 這一棟跟剛剛的黃教授系統 黃教授 黃秉均 黃秉均 黃秉均教授 黃秉均 他的學生那個阿甘 阿甘的那個論文 那他的 這一個 我們現在這裡位置叫系統A 剛剛黃教授應該系統B 這兩棟建築的用電 它都是個這邊兩個 屋頂上的 這一邊沒有好不好 這一邊為什麼沒有 同學來 這一邊為什麼不裝設太多 向別 也算向別 這邊向別沒有說 可是向來那邊 他就是用別的電 這一邊很陡 很陡峭 大概60度有吧 他施工不好施工 太陽能都要幾度 向南方 沒有說向南方幾度 60幾度 對對對 因為我們北維威線 23度半 我們屏東跟北維威線 23度半很接近 還有23度的地方 那這個60度可以陡峭 他施工不好施工 一有的他面積不大 所以他乾脆就不會施工 他就來這邊 這邊 這邊誰來施工的呢 兩個博士生 所以我就跟那個阿根說 你現在博士好厲害喔 他本來沒有誤會 他竟然可以爬上去這邊施工 所以這麼陡 會很危險 所以乾脆就把它全部移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電板有幾K 6K瓦 6K瓦 6K瓦就是6千瓦 大概24片 現在的電板大概每一片大概是250左右 有260的240幾 這4片大概1K瓦 所以這邊24片 他把這6K瓦會整個系統A跟系統B 我先講台大的系統 台大的系統 他們自從也叫金字塔型的 太陽門會點 所謂金字塔我們就知道 底部比較多往上 他的想法是說 如果我有10戶 8戶 12345678 8戶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們社區也可以鼓募人家 你們自己來變成一個微型店 12345678 他們就只有3K瓦 名戶就3K瓦 然後12 你們互相 我用一個A跟你連接系統 不行 一個連接系統連接起來 當1不夠使用的時候 我跟2接 那個很簡單 那條連接線 我們外面那個鐵櫃 煮白色的鐵櫃裡面就有 就連接了 1跟2沒有互相接 如果1跟2用完了 都不夠電 我跟3次 3次一樣 我用一條線連接起來 3次互相先使用 3次都不用 可是1、2不夠用 我用這個B把連接起來 他們就不可以互相使用 當然如果我都不夠用了 你還是要去跟台灣電力公司買電 那個叫接式電 也就是說 我現在我自己A使用了 這邊1跟2不夠使用了 3、4也沒得接啦 我要去跟台電並電 所以就是說 將來如果我們在家裡裝 台門把 作為行電 你還是要保留一條線 跟台灣電力公司 並 你不能說 台灣電力公司的不用 那你就會晚上缺電 因為我們有些時候 我們會 某一天過度用電 但是要跟他們並 所以慢慢上去到 最7或是B 會越來越多 黃教授他們在這個地方 想法 開始操作的時候 A跟B還是會有問題啊 所以他就來處理 看問題在哪裡 要處理一下 所以現在就很穩定 所以可想而知 到B的時候會不會有問題 會有另外一種問題出門 所以我們這個園區 可以叫做練兵場 他們學術這區有這個擺地兒 可是他們沒有練兵的地方 我們這個提供給他練兵 你不給他練兵的話 他永遠只是學以上 他也不曉得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這個就是台灣大學的精緻打型 的微型電話 所以目前到這裡 他也要不要逼到C 來看看問題在哪裡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另外一個系統 我們另外一個系統 我們叫大統公司的系統 大統公司這個系統就是 當時候 新政黨他們提出想法 是要做微型電話 提出去比賽 結果IPM發現到這個計畫很好 所以IPM 電腦的IPM 那個公司它是要支援這個資金 所以他就出標 然後大統公司標到來建置 所以資金是IPM出的 好 那到了公司建置的時候 他也發現到 有一個技能他不會 核能手才會 所以他們就去把核能手的技術 買下來 所以來建置這個微型電話 那一樣的 大統公司來建置晚之後 他們有沒有得到什麼技術 有啊 他們又去標到我們國家的本物 有一個微型電話 還有東莎百有一個微型電話 這個都是大統公司建置的 他因為從我們這邊練兵之後 得到技術 又得到什麼 所以如果單純說 欸你們這邊 微型電話 我們建置完之後 只有提供你們這個高角烏冷氣 這樣值得嗎 那不值得嘛 但是我們提供練兵場 給我們的產業 得到一些技術 甚至解決問題 那是值得的 好 那大統公司 他的想法 就跟台灣電力公司的想法一樣 你把各地產生的電 匯集在我們一個地方 就是類似我們的變電手一樣 各象之類的一個變電手 在變電之後轉換 轉到直流電 變成交流電之後再放出去 你各戶啊 用戶1234你要用的電 你要用我就便宜 這是大統公司 所以想法跟電台電一樣 但是 這個在建置的時候 都比較矛盾 為什麼 因為電量比較淡 大統公司這一個電 有78K瓦的 還有電 78K瓦 這個只有6K 這個在建置的時候 兩個博士生自己來建置 兩天完成 很簡單 但是大統公司這個建置好久 好久之後 建置完之後都要測試 那 像我們在4月之前 他們大統公司派 從去年之後 派出一個博士在這邊 每天在這邊上班 因為要處理問題 那 事業之後他就 不在這邊了 不常在這邊 可是用遼控的 也就是說他問題 處理好了 差不多了 那 培大的那個阿甘 就很少在這裡 他一樣在遠方控制 還是這個小系統 3K瓦的 很簡單 比較沒有危險性 好 那大統公司這個有78K瓦 他一樣 要做轉換 整油 變油之後 溫散到各用戶去 好 那一樣如果 這個系統沒有電了 怎麼辦 試電 所以我們還是有跟台電幣 台電幣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 來 這個4電原來是台電 我說台大的這個系統 我們這裡來動高橋 沒有電的時候 原來要跟4電 就台電了 可是我們現在 幣的4電是誰 幣這個 我們這邊不過電的時候 我們跟 我們的能力中心 像我們看到了公車那邊 大統公司那邊 電過來 所以這裡的4電就是大統公司這個系統 一樣的 大統公司如果都沒有電了 這個4電 原來是台電 可是我們現在不跟台電買 我們自己 在能力中心那邊有一個 生子柴油發電機 自己 自己發電 我們等一下回去看 對 回去看 那我們這個生子柴油 說實在生子柴油 它不是綠能 它化電過程中 還是會產生二氧炭 可是這個生子柴油 是為了性子某要解決問題 解決那個食安問題 食用柴油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生子柴油 是從回收柴油來 從回收柴油來之後再去 麥當勞 麥當勞 其實劣勢最多 也是回收 我們知道回收柴油 你吃了很久了之後 它很容易吃我們的 那個自由機太多了 很多是自來物 那這個自來物 當然我們不要再進去食品間 剛剛曹仁講的想法 你不給它進去食品 你一定要給它一條通路 那通路在哪裡 我們把它回收過來 變成生子柴油 那這裡的生子柴油 跟我們的柴油 它去發佈 譬如說產生的二氧化碳 其實柴油的二氧化碳 產生比較多 我們中國石油的柴油 那四氧化的柴油 那這個回收柴油的生子柴油 它還是會產生二氧化碳 比較少 所以用這個方式解決了食安問題 當然還是有不肖的葉子 還是有在做 至少我們給它解決一部分 第二個呢 也可以讓這個 那個回收油 又打到那個通路去 好 所以我們整個園區 我們都不用台電來電 不用台電來電 好 那這個食用油呢 因為有些人就 像中國石油 他就不買這個生子柴油 因為之前 有一陣子在十幾年前 那時候用玉米 或是一些大豆那邊做生子柴油 可是做出來的效果是 會讓那個車子的噴嘴阻塞 所以中國石油他們現在不加那個生子柴油 那縣政府他們就去找 五家相公手 林東縣的相公手 找五家來做實驗 看這個生子柴油的不好用 好 五家一家是做那個 對照組 是加工實驗組 然後他加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下去 結果效能 一樣 又沒有顯著的誤差 那可見就是說 這個生子柴油是很好用 那對噴嘴也沒有 阻塞 所以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園區有一部 膠灌車 那個農用的搬運車那一種 那也是做 吃柴油的 後來我們從今年二月開始 我們就給他用 那個 這種生子柴油 到現在有沒有什麼保護電 那你講 百分之二十是加什麼油 那個生子柴油 那 部位的是一般的柴油 其實保護電奶 對對對 那你的那個柴油發電機 是全部都是自體的柴油 還是你 這個是全部 這個生子柴油發電機 是全部 是這個為所有的 百分百分 像我們這一部 農用搬運車 是百分百 百分百分 這一個 這家公司 發展出來的生子柴油 那就沒有加其他的 總共使用 所以 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們的品質 這個品質 這個生子柴油不是我們習慣製造的 是品東西有一家 總共在製造這個 那這一家他製造出來的回收 這個生子柴油 台灣中國私有購買 他銷在歐洲去 歐洲人很喜歡 你聽 據說歐洲的生子柴油很貴 而且他這個品質不錯 所以 歐洲的柴油比 氣的貴 真的 我上次有聽說 好像 就是價錢很高就是了 因為他的價格 算是用他的韌 韌的 韌的 對 所以他歐洲笑得很好 那聽這個公司來講 聽這個老闆講說 為阻塞這個噴水 其實我們在做 那個什麼 他要繳稅 就過程中 你再多做幾個步驟就好 對 那個步驟 就是讓那個分子變小一點 然後就比較不會有出現的問題 對不對 好 那園區除了生子柴油之外 我們有一個風力發電機 就是說 你如果連續下雨一個禮拜 事實上下雨天的時候 那個太陽的發電還是有 只是效能沒有那麼高的 所以我想說你如果 連續下雨一個禮拜 那你的電影在哪邊 所以我們做了生子柴油之外 還有一個風力發電機 908K萬的風力發電機 像那個美國的那個農場 他們小型的發電機 那一種 那事實上發電機在我們林邊 其實它的效能質不那麼好 我們這邊的工廠有沒有好 不是我們有風力 所以有一點點是做示範型的 說實在早上發電的時間並不長 下午會比較長 還有一個風力發電機 好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園區的電太多了 我剛剛講我們不夠的時候 是生子柴油發電機 風力發電機 那現在太多怎麼辦 我們沒有賣電 賣一台電 因為這一個場域是平常縣政府的場域 聽說是工部門的電不能賣給臺電 他是這樣講 所以我們沒有賣給臺電 賣給老闆去 也沒有賣 那個好像我們的電業好像不行了 沒有賣 所以我們園區裡面另外有一個 氫氣的燃料電池的製造機 當你電過剩了 你不把它拿下來 它還是在那邊讓廢掉 所以我們就拿來製造氫氣 原本過小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 那是用溫解水 對 溫解水 對 溫解水 用水的溫解方式來產生氫氣 所以我們園區另外有一個 一個賈泰公司他們的 氫燃料電池的電動機車在那邊 這個電動機車就是持有一個氫氣的 它可以發動 它跟我們現在目前 我順便跟你學生講一下 差不多十幾年前 有一種新的電池 叫做燃料電池 Fuel Cell Fuel Cell的 concept 我在大學的時候經驗 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市場 因為所有的燃料都很容易取得 攜帶也都很方便 一直到現在它的技術非常的好 燃料電池它主要燒的 它不是用直接燃燒 氫不是直接燃燒 它是讓氫跟氧結合成水 用電路 用半透膜 它叫做磁子半透膜 因為氫你把一個電子拿掉就是紫紫 那它有一個紫紫半透膜 那那個氫去掉紫紫以後 就透過那個膜 然後跟氧結合那就變成水 那結合的時候就變成一個電流 所以它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取得能源 所以它不發熱 然後它跑出來的是最乾淨的水 因為都可以喝的純水 所以這個是叫做燃料電池 那現在燃料電池最好用的是什麼 就是摩托塞 以後就放在汽車上 所以第一代的電動汽車都是燃料電池 哪一個國家燃料電池做得好 哪一個國家就最容易發展的那個電動汽車 那現在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 美國大概就是TES 我們昨天也知道 日米比較多 所以它是其他類似的 那台灣是我寄光料哪一個 亞旦 亞旦 好 那我簡單讓大家多了解 謝謝老師 那目前這個亞太 它有一部電動機車在我們這邊 這部電動機車曾經在土地國家公共那邊展示過 也就是讓人家試騎 但是它這部電動機車目前沒有辦法上路 好像是法規的問題 我們氫氣沒有辦法在公路上使用 所以當然是新政府可能要去改變這個效法 那它去 在包包署的時候 它去過 我要幫他姐姐 我說我太早下 那個政府是腦筋是歪掉的 因為它的燃料電池的氫氣 它是裝在它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那它現在的售價是一部機車是七萬塊 應該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要等法規通過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交換清站 他們找SAVEN也可以啊 全家也可以啊 對啊 很小 你在兩個鄉村 三個鄉村 一個製造工廠 然後找他們來做你的通路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法規讓它通路上路它就可以了 那這個氫燃料電池 剛才我們能量轉換一定會損耗 所以我說那是不得已的 你的電量過多了 你要去轉換 那做氫燃料電池 所以是這個一個方法 那事實上 我聽他們石化產業人講 你要拿氫氣 最好的是 從石化工廠那邊去取它的烏路產品 比較便宜啦 我用電解水的方式 它效率比那麼好 這個老師應該在氫燃料 對對對 所以我大概就是把我們園區的微型電腦這樣講 那不曉得 等一下我們會去能源中心那邊看這些我講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再也問 那這邊看各位同學有沒有需要 需要再多講一些更讓你更了解的東西 因為你可能要問我的話 我才知道你想到什麼東西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英文的HYPV 這個好 三一張 上面 排大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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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太陽的光線就是這個紅色的 排大混合式 排大混合式 HY代表什麼 然後像我 因為這個你要看來解釋 對 這一個 我們看監控畫面 這一個 你看都靈靈 因為這部電腦 我要重新開機 它就會有監控 那現在大家要看到天田裡面 他可能我 剛剛局長的這邊 我沒有今天同仇做過 他是個有監控的 也就是說 他在發電腦之後 他會看到油量 有多少 那因為可能我要重新開機才會監控 目前還沒有 那這邊有一個揮合家裡 就是說 要跟同學講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缺電視 白天缺電 晚上不缺電 那我們要揮合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大家要接冷 除了接冷之外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 新的能源出來 那目前想到就是太陽能 那你如果說都是要靠公布這樣做的話 即使我們要完成一個時間 那如果推動屋底體的太陽能 你就自家自戶來做 那個 類似台大這樣的系統的話 每一個 每一個人家做三鐵網就好了 你白天就是用你的太陽能 晚上再接台電 那可能就 我們就很容易去達到 拿到這個 那個匯合的一個政策 那白天其實就是監控的時間 那事實上屏東有一個 好像是綠色什麼產業的 聯合理事長 紅理事長 他在屏東是開設的那個餐廳 真的很大氣 真的很大氣 他那邊就是做太陽能 他的想法就是說 他一天用電好像五塊多吧 所以我白天就用太陽能 來抵掉白天的用電 我就節省這個 一天用電六百錢的用電 如果說將來我們的電 你是不是監控用電的電量 要很高一點的話 我想 做太陽能的百姓 應該會有更大的意願來做太陽能 因為白天的電費高 那我如果用太陽能來抵 那就可以可行的 那各位同學看 有沒有需要多解釋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要往別區外面走 那可以喔 那先有水而已 先喝一下水 我們後面有水 那出去很熱 我們這邊有斗粒 來 養魚的人 操縮地下水 所以地層下陷 其實不是這個 這不是 這是原因之一而已 很多原因是 在我們的上游 上游那邊台塘的土地 他們種幹證 因為他們在上游 沒有感覺到地層下陷 那我們整個屏東平原到林邊這邊是 接著是林邊溪啦 立立溪這個水 水域啦 所以他們在立立溪那邊 抽了大量的地下水來灌溉甘蔗 他們沒有得到那個 那個後果是我們得到 所以人家怪說我們是養魚 其實不是啦 第二個就是 之前在大概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年代來說蠻魚 所以那時候 新比潮州加東西 他該講起摩 起摩他的蠻魚要很乾淨的水 而且每天要換很大量的水 所以這也是避免下陷子 那潮縣長他就認識換 他第一個 在潮州那邊有一個大潮州聯合 他來補助地下 當然我們一下線 沒辦法再把它拉上來 只是說他把一下水 就多餘的水 分流進去大潮州聯合 讓他補助地下水 所以我們這邊來抽的話 就 差別那麼嚴重 對 他又在 那個甘蔗 那個就是說 台糖 台糖的甘蔗那邊 又有滾雞 以前那就是一個 李李西那邊 那個什麼 洪泛來的時候 他整個都 有你滾雞魚 現在就是台糖 把修改料 威提防 這個甘蔗料 那裡就沒有效果 現在他也在滾雞魚 做一個類似 自然的補補完 你如果大雨來的時候 我就來過柚子 那裡 所以這裡沒有口水災 所以 有改善 所以改善 那裡就 對 類似自然的 太大型 OK 好 對 好 好 好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例如乳尾啦 或者是我們這個某種植物 所以乳尾移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它會從它的根部 排出一些東西 因為這個氧氣 製作在水池 所以我們不用水車 我們的水池裡面的水池 能量量還是相當高的 我們看到有看到濕木魚的話 那濕木魚是只要濕地的電池才能量 所以我們都不用水車 影響啊 所以肯定這些植物 它會發揮出來了 剛才那個早上那個 工事的那個機子 這邊有看到師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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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腳幹是動物的 師傅有掉了 嘿嘿嘿 這邊有兩顆 很像那個小光 這邊有一顆 很小 這裡有2 6 Porsche 有 3 bisttheme2 plic復 因為不是它會痴fi 那邊 這裡有 assunto 又沒有收 penn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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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